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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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方面 中美房地产高峰论坛今天将会举行 国际方面 日本会公布五月计调之后的贸易账 德国会公布五月的PPI 欧元区会公布四月建筑业的产出的月率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将会继续了解最新的国内时政和财经方面的消息 与非 好的 李欣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了解重要的时政和财经消息 6月18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 同塞尔维亚总统尼克里奇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赛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同意聚焦重点合作领域 拓展重大合作项目 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优先方向 把产能合作作为两国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 把农业合作作为两国务实合作新的亮点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见证了产能 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 能源 通信 科技 地方 文化 旅游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机构 日前公布了今年中国经济预测主要数据 其中GDP实际增速为6.6% 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起稳的态势 科技组预测 本轮经济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 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 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上周末举行的2016北大汇丰金融论坛上 前央行副行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玲表示 如果实体经济自身的结构和发展处于困难之中 光印钞票 扩展信用 不解决问题 因而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中国来说 不能够把眼镜都放在央行上 不能指望央行用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发展 而应该在经济的结构 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运行的机制上下更多的功夫 经济参考报报道称 在应改增之后 当前消费税已经迎来改革的窗口期 以纳税范围 征收环节税率为核心的调整 有望加速推进 一些高污染 高耗能产品 高档消费品 以及高档服务 将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来征收环节或从生产转移到零售环节 此外 消费税还有望从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不少专家建议 未来属于大众消费的化妆品应该要降税 其消费税率甚至可以降到零 而少数人群的高档消费 奢侈消费 比如说烟草 高尔夫球等 其消费税应该保留或者是适度的提高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琳早班车 接着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早前关注 把时间交换给李星 好的 以下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一下股市的相关的情况 具体的情况 上周五A股是保持了一个涨幅震荡的形势 虽然盘中是占上了3900点 2900点 但是收盘并没能够占满具体情况 进入我们今天的早前关注 上周五即至收盘 户指上涨0.43% 深成指上涨0.67% 两市全天成交是5705.1亿 较此前一个交易日小不缩量 再来看一下中小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 分别上涨0.73%和1.02% 而整个这上一周 故宗指 深成指 创业版指数 中小版指数 分别跌去是1.44% 1.30% 2.91%和1.31% 那么盘面上来看 基因测序 煤炭采选抢眼 而且两市有超过50只个股涨停 没有个股是跌停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融资方面 截至到6月16号 两市的融资预额合计是在8862.61亿 环比是减少了4.77亿 应该说市场依旧还维持在一个窄幅震荡的 这样一个形势当中 本周会有变数吗 我们来听一下上海证券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蔡俊英的观点 市场的话整体还是围绕在2870点到2900 这样一个窄幅区间当中进行波动 整体市场的热点情况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活跃的 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说指数对目前市场投资者的影响 已经是相对比较偏小 整体还是围绕在结构性机会上面进行这样一个波动 结构市场要摆脱这种区间波动 出现趋势性的上涨也比较困难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报的情况 截至到目前有103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 预期的公司678家占比是65.8% 分析人士表示中期业绩对于上市公司全年业绩 指向作用是非常明显 市场关注的焦点将重回基本面 业绩增幅居前的公司应该更受到关注 另外上周A股大幅的震荡 以锂电池概念为代表的题材股表现相当活跃 一大批个股也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这些股票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主要集中于锂电池概念 家用电器 汽车 电磁等四大板块 而中小创个股占到了绝大多数 地域上主要分布在像广东 浙江 江苏等三个省 占到全部创新高个股数量 接近六成 都是中小市值的个股 而其中有31个股最新的市值是低于300亿 超过八成个股 当即的业绩也是正在增长 应该说上周市场在多重利空压力之下 A股表现还是比较坚强 周线最终收了一根长下影的英诗自信 印内人士普遍认为 随着消息面逐步的明朗 股指在探比之后将会逐步的棋稳反弹 像我们经常说的五穷六绝之后 在7月份还是有望走出一个翻身的行情 有部分机构甚至认为 A股出现大级别阶段性反弹的可能性 是在不断的上升的 7月或许正是反弹开启的一个重要时间状况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最新的国际时政方面的消息 预备 好 李欣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 联合公秘书长潘金文19号就首个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 国际日发表致辞 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消除惩罚冲突中性暴力 尊重和保护受害者 潘金文说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层出不穷 严重程度令人震惊 有人蓄意将性暴力当作手段毁坏社会结构 以此控制恐吓并将居民赶出家园 性暴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极大的妨碍冲突后和解和经济发展 他说性暴力还被用作恐怖主义手段 伊斯兰国伯克圣地等极端组织 用性暴力来吸引和留住战斗人员 还用它来赚钱 被绑架的妇女 男子 女童 男童 遭受极其可怕的创伤 包括遭受残暴的身体攻击和性攻击 潘基文说 在此方面 尼利亚200多名女学生被绑架案 中东妇女和女童持续被极端组织 实施强迫婚姻或性奴役的事例 格外害人听闻 他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囚禁者 并向回返者提供照顾和支助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9号说 印尼中爪哇省日前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已经造成24人死亡 26人失踪 抗灾署发表声音表示 中爪哇省18号的大暴雨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造成省内16个县市的数千间房屋 被洪水淹没 数十座房屋被埋 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婆勒左线 已经有11人死亡 26人失踪 目前的抗灾署已经派遣了多支紧急搜救队 前往灾区 但是由于部分灾区道路不通救援行动 面临一定困难 俄罗斯西北部卡雷利亚共和国境内 一湖泊19号发生了沉船事故 造成12人死亡 另外有4人失踪 根据俄罗斯内务部的消息 事发水域当时突然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 两艘正在观光的船只瞬间侵服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当地机构的消息也表示 船上载有来自莫斯科的一个年龄介于12岁至15岁之间的学生旅行团 以及4名带队老师 目前已经有36人获救 另有4人失踪 约6.5万名日本民众 19号在日本的冲绳县纳霸时举行献民大会 悼念近日遭美军人员杀害的冲绳女子 抗议美军的残暴行为 与此同时为了声援冲绳县县民的大会 约万名日本市民在东京国会前举行集会 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冲绳 并从根本上修改日美的地位协定 此次县民大会由多个冲绳县民间团体等组成的 阻止建设边野谷新基地全冲绳会议主办 多名日本国会冲绳选区议员 冲绳县多地市长等也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现场 参与集会的冲绳县民和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民众 首举愤怒以超越极限等标语 并齐声高呼撤走美国海军陆战队等抗议口号 大会开始前全场集体默哀一分钟 悼念遇害女子 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大会上说 美军人员的犯罪丧失人性 蹂躏女性人权 令人感到强烈愤慨 绝不可容忍 日本政府应意识到 冲绳民众的愤怒已接近临界点 不能再牺牲冲绳民众的利益 不能再强加给冲绳人更多负担 他强烈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撤走美国海军陆战队 并关闭普天间基地 据报道 卫生员冲绳县民大会 万名示威民众当天下午在东京国会前 也举行了抗议集会 今年4月底 一名20岁的冲绳女子 外出散布后失踪 其尸体于5月19号被找到 同一天 在冲绳美军基地工作的一名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 因涉嫌抛尸 被日本警方逮捕 据报道 嫌疑人已承认奸杀这名冲绳女子 案件详情仍在调查当中 这一事件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抗议 要求美军撤走基地 根据尼日利亚媒体19号报道 尼西南部澳贡州 伊姆兴社区17号 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至少15名平民被枪杀 澳贡州警方发言人 阿德乔比证实袭击发生 称大约100名武装人员 闯入伊姆兴社区 见人就杀 不过呢 阿德乔比并没有确认 袭击导致的具体的伤亡情况 媒体报道说 伊姆兴社区内一座清真寺和一家旅馆 遭到了袭击 25家商店被抢 好 之后我们在7点35分的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车 好 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当中 环比价格下降4个上涨60个持平6个 厦门的房价涨幅最高达到5.5% 一线城市楼市 自4月以来房价总体涨势放缓 据测算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 环比平均涨幅分别比上月收窄 0.8和0.7个百分点 其中深圳房价环比涨幅放缓最为明显 幅度只有0.5% 值得注意的是 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平均涨幅继续扩大 其中厦门 南京合肥的房价 同比涨幅都是超过20% 已经赶超北京 广州 杭州 天津 福州 武汉 惠州等 五城市的房价涨幅也超过10% 加上一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 达到两位数的城市占比 已经是接近两成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数据显示 五月份深圳全市一手商品住房成交均价 是在每平方米55817元的历史高位 环比上涨11.9% 豪宅成交火爆是五月份新房均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机构的数据显示 五月份深圳每10套住宅成交当中 就有一套是千万的豪宅 随着六月更多的豪宅入市 结构性成交将更深入地影响深圳楼市 而另一方面部分区域的新房和二手房出现了价格下调 深圳楼市普涨不在 分化开始 夜内人士称 尽管市场严重分化 回暖未明 但深圳楼市整体均价短期内很难降下 2016年以来深圳10万家豪宅已经由去年的两个升至如今的24个 五月份豪宅成交货将继续拉动房价的结构性的上涨 中国经营报报道 今年底延迟退休的初步方案将会出台 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参与方案讨论人士透露 第一批退休者延迟退休的期限或将在三到四个月之间 对于目前讨论最多的热点 相关人士表示 对于不同职业的人延迟退休不会一道歇 另外最新公布的用电量显示 今年一到五月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减少了178个小时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煤炭去产能的紧迫性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 虽然整体煤炭产量有所下降 去产能出现成效 但是仍然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一些地方政府都在想 就是说别人把产能去掉了 保住我自己的产能 让我自己去进一步的生产 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现在开始去借钱 来帮助本地的企业 另外一些重小企业 地方竞争的企业 因为监管上面没办法覆盖这么多 所以据我们了解 现在只要有利润的重小煤企 都是在加大马力生产 为推进煤炭行业去产能 近年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韩小平表示 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去产能效果有限 未来解决去产能的核心 还是在于市场调解 就是让市场来配置资源 让市场来决定谁死谁活 而不要政府来决定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 近期能监管层强化 对于炒作式重组借格监管的消息不绝于耳 在昨天的证监会立会上 证监会证实就修订后的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格表示 本次修订旨在抑制借格炒作 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实体经济 对于忽悠式重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 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 办法结合行业发展的新形式 通过改进净资本 风险资本准备计算公式 完善杠杆率 流动性监管等指标 明确逆周期调节机制等 提升风险指标的完备性和有效性 机构人士表示 办法的修订推出符合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方向 证券的行业风险的控制整体式趋延 将实现风险监管的全面的覆盖 并有利于券商业务的平衡发展 本次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修订重组上市的认定标准 西化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的认定标准 二是完善配套监管措施 抑制投机炒壳 取消配套融资 遏制短期投机炒作 三是按照全面监管的原则 强化会计等中介机构的责任 按照勤勉进责的要求 加大问询力度 试用期以股东大会为界 进行新老化断 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 与新进入控股股东的股份 都要求锁定36个月 其他新进入股东的锁定期 从目前12个月延长到24个月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近三年内存在违法违规或者一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卖壳 同时邓格表示 规则完善后炒卖尾壳垃圾壳的牟利空间将大幅压缩 有利于上市公司通过正常的并购重组提高质量 推动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证监会将结合并购重组的信息披露特点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对忽悠式重组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此外证监会集中公布了17家中职首发企业的情况 邓格表示 多数公司由于影响发行条件的具体事项变动 主动撤回申请 证监会在发行审核过程中 将确实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 重点关注再承企业是否存在待命申报的问题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强化问核工作力度 从严审查从严法官 坚决把不符合发行条件的企业挡在IPO大门之外 同时证监会还通报了 对心态电器欺诈发行和信批违规一案的查处进展 邓格表示 证监会已经初步认定 心态电器存在欺诈发行和信批违规行为 已向心态电器出具调查告知书 并对新华会计师事务所 新业证券 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而针对市场关注的深港通 核实开通的问题 邓格表示 两地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正在就深港通的开通进行密切合作 今年则机开通 与五月份一样 六月份以来 发审委对于首发企业申请的审核速度依然缓慢 通过对于召开的发审委进行数理发现 观察到本月 发审委审核的企业数量 还停留在个位数 仅为八家 但是从审核企业的过会情况来看 通过率并不比去年低 对于今年以来 发生委审核审核IPO企业的情况进行数理发现 到今年已经有98家企业顺利过会 同时还有五家企业IPO申请被否 通过率为95.15% 这通过率较去年全年高出2.87个百分点 上交所与中正指数有限公司日前宣布 将于7月12号正式发布上证高补锡精选指数 中正质量成长指数 中正香港质量成长指数 中正护港深质量成长指数 中正盈利质量指数 中正香港盈利质量指数 以及中正护港深盈利质量指数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办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 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上海方面的消息 是交通委日前对上海市客车额度 拍卖规定进行了优化完善 对参拍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参拍者未拥有使用客车额度 注册登记的机动车 即名下有护牌额度的都不可再参与拍拍 而针对市民提出的新规出台之后 已有护C牌照和新能源牌照的车主 是否可以参拍 以及名下已经有外牌的车主 如果想参拍 是否需要注销外牌等等相关问题 是交通委表示 护C和新能源牌照车主不受影响 持着两种护牌的市民可以继续参拍 已有外牌的车主也可以参拍 另外对于目前已有标书 但不符合新修订后规定资格的车主 在标书有效期内也可继续拍拍 但重新申请时将按照新规执行 市交通委表示 未来新申请人前往购买标书时 需要提供身份证 驾驶证 如选择税收证明可带税收证明 如选择社保则不用带相关材料 后台会进行比对 另外新规实施之后 客车额度有效期明确为一名 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前三天 门票只接受提前预定 而昨天是开园的第四天 现场开售当日票 不过总体来看 迪士尼的客流并没有激增 截止到当天下午五点 禁援人数三万八千人左右 和往日持平 周边交通也较为平稳 临近中午11点 度假区内的停车场还有五成的空位 现场售票停前 没有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 很多游客都表示 是在逛完了周边的迪士尼小镇之后 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过来的 从度假区公安处的指挥平台中 可以看到 游园人数并未因增加现场售票而激增 良好的游园环境也让游客更为惬意 恰逢附近节 园区内也上演着温馨的一幕幕 刚结束高考的同学小张 今天的同伴里有爸爸的身影 刚刚高考考完 就陪爸爸出来了 解放 哎呦很享受的 所以我要跟他们一起保持同心 这对夫妻是在女儿的安排下 一起到迪士尼游玩 因为我们女儿在国外 他今天已经祝福他爸爸 父亲姐快乐 这对小兄弟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撒手 还送上体贴的小建议 爸爸一起快 爸爸一起快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希望爸爸不要住院了 截至下午5点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入园人数为38000人左右 未出现明显增长 随着暑假的临近 迪士尼客流或将上升 浦东交警表示 从今天起 开始在迪士尼周边的主要路口 针对旅游大巴车进行集中整治 针对客运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杜绝因为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事故 给安全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昨天第19届上海电影节正式落下帷幕 新年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 影片2403部展映近600部中外加片票房超过2000万元 所有这些数字都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 金绝奖的权威性和含金量毋庸置疑 从评委会来看 主席由欧洲三大电影节大满贯导演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担任 从参赛影片看 从2403部报名影片中 最终选出14部影片参与角逐 这些无论在专业人士还是影迷当中都获得了认可 同时在中国电影市场空前火爆的当下 今年的电影节反而组织了多场冷静思考 放眼前瞻的论坛 这也为产业的良性发展 传递出行业最前沿最权威的声音 挖掘扶持新人新作 也是上海国际影视节的一贯宗旨 今年是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10周年 过去10年来创投已促成40多部电影制作成片 而今年又收到10个国家的350个项目申请 打破历年纪录 当然与其他电影节不同的是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光影盛宴里 还有普通观众的身影 多日来 平时幽静的新华路上车水马龙 互上大小影院中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热情观众 能来电影节的首先就证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电影的质量应该是特别好 禁得住观众的考验 蛮期待在以后的电影节里面 给国产片提供更多的空间 今年大概有三十几部吧 我九天都看的 真的是属于自己节目 乌托邦一样的这个感觉 刚刚过去的周末正巧是618电商年终大促 这个被誉为仅次于双十一的狂欢购物节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 也更是众多电商年终交成绩单的时候 不过面对日趋理性的电商市场 除了打折的临门一角 不少从业者告诉记者 包括模式品质和服务的四种关卡 将成为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而物流的配送也早已超越了价格战 在印尼看来 未来的商业零售模式将是不断追求消费者体验 而电商平台正通过互联网 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 打造全新的消费体验模式 其实O2不简单是只有线上和线下 而是真正的把线上和线下的边界打通 然后给消费者提供全场景的这样一个购物企业 基于这几年的发展和变化来看 排在我们前面的基本上要么是纯电商 那要么是纯社交 但其实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是比较少的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也请您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来关注全球市场和国际财经消息 本周四英国脱欧公投 居即将举行全球的避险情绪升温 那另外在债券市场近期出现了一些更多的关注 我们今天将重点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马上进入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 从华尔街到陆家嘴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最新调查 显示美国劳动生产率很可能会出现30年以来首次的负增长 报告预计今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幅 预计只有负的0.2% 虽然发达国家整体生产率增长势头比较弱 但是美国是其中拖后腿的一个 北连州主席耶伦日前也表示 今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幅放缓 这会影响未来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他强调导致美国人工工资难以上涨的原因 是生产率增速低于预期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上周六 在美国清欧女议员考克斯遇害之后进行的首份民调显示 45%的受访者支持流欧 42%支持退欧 而这一结果呢 就要上一次民调出现了逆转 而另一家民调公司 YouGov公司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维持流欧现状的民意正在全面发力 那目前的两派比例相当的激进 支持流欧的比例领先一个百分点 YouGov表示支持流欧的比例回升 可能并非是因为清欧女议员遇害 而是因为越来越担心退欧对于英国经济的冲击 英国首相卡梅伦则是在周日发言 指责支持英国退欧阵营的形势不顾全大局 忽略了英国退欧之后的众多负面影响 一旦退欧局面将不可挽回 由于担忧英国退欧的公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英国股票基金遭遇了过去一年多以来 最大的一次资金败流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最终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6月15号的一周 英国的股票基金出现高达11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 这也是该资产类别连续第8周出现资金外流 而英国债券基金也出现了5月初以来的首次资金外流 英能人士表示如果英国脱欧成真 许多地区和类别的金融市场将会受到波及 全球避险情绪或进一步升温 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 日元汇率在上周飙升至两年以来的高位 对此日本财务大臣马生太郎 周末呼吁各国相互合作 以解决无序的汇率波动 他表示将对于单向 快速和投机性汇率波动 并且关注 并表示必要时将紧急的应对 这暗示日本当局可能会 卖出日元来干预市场 上周四在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之后 日元对美元和欧元均触及数年的高点 市场避紧情绪进一步推动 日元暴涨之后 市场怀疑日本央行将会干预汇市 以遏制日元的涨势 事前转向印度 印度央行行长拉战近日表示 将在9月4号三任 4号三年任期届满之后 离任回归学术界 据悉拉战的离任 与来自执政党的攻击有关 拉战对于降息比较的谨慎 与政府内部要求加速发展的意志相抵触 另外他对于印度经济的表现的评价 与政府有所不同 所谓曾经预见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 拉战在学界备受推崇 他的离任也引发了担忧的情绪 亦是他推动的清理银行坏账 银行业结构性改革目前还没有完成 另外一方面 继任者可能会使央行丧失独立性 好 刚刚我们留网了 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美股三大指数的变化 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 我们看到是全线下挫 我们具体来看 道琼的综合面指数下跌0.33% 纳萨克综合指数下挫0.92% 而标普白指数的低幅是0.33%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维尔 在收盘之后 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传商提前受外部市场压力和房地产数据的影响 美股在上周五沉压 医疗和科技板块领跌 总观上个礼拜 三大股指跌幅在1%附近 主要也是受到了英国特优工头领进的影响 各股方面 CNBC报道北京知识产权局下令禁止苹果 在北京销售iPhone6和6s 理由是外观设计侵权 对此苹果表示已经提出上诉 并且目前的这两款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正常 不过即便如此 苹果的股价在上周五依然是出现了大幅的沉压 同时投资者也在消化 摄露一次联储主席詹姆斯布拉德的讲话 作为联储著名的鹰派官员 这位仁兄在上周五却欲出惊人的暗示 直到2018年底之前 联储可能仅会加息一次 此外的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 近期发布分析报告认为 目前的经济增长疲软 源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 债台高筑之后 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 而这和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情景 非常相似 当时也是经历了漫长的经济疲软 和通胀不及预期 并导致私营部门学减开支 减少投资 大摩的经济学家认为 现在应该利用货币政策 尚处于宽松的时机 积极地引入财政政策 主持人 感谢各位耳工带来有关于市场观点的汇总 这里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道路加嘴 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债券市场近期的一个表现 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们 是评论员许哥先生 许老师早晨好 余飞你好 我们说最近债券之王Bear Gross 他也发表一个他的言论 他觉得在近期可能债券市场 会有一个比较亮眼的表现 尤其是在全球的这样一个 央行的宽松政策 不断加码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还有很多的风险事件的 不确定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其实周五的时候 美股也是出现下跌 整个市场应该说未来的一周 或者说下半年 对于风险的一个规避情绪 会继续上升 其实这个情绪一直是在 它是体现在债券市场的一个 价格的一个上扬 很多人都去买债券 那么债券市场我们讲的也比较少 原因在于对于个人投资者 可能债券特别国债的这个投资 量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如果说把今年的 全球金融资产做一个排行 我们可以看到 异动榜的榜首 可能就是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已经到了一个 全球债券市场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 它的价格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 或者说我们换一种说法 全球对于风险的一个恐惧的心理 或者恐慌的心理 也是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 刚才也讲了那个哥罗斯的一个言论 那么他认为现在全球资产的收益率是 最近500年当中最低的 包括有一些国债 现在很多国债 大概有10万亿的国债 已经处于一个负利率 也就是我存了10年之后 不仅一分的利息都没有 我还要给政府一定的钱 10万亿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所以他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他可能会抛掉那个长期的国债 然后去沽空那个信用战 然后加注于全球的波动率 也就是市场风险的一个波动率 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会变大 其实哥罗斯去年4月份的时候 也提过同样的一个言论 当时的时候 德国的国债的价格 也是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 然后他认为应该抛出 当年的利润应该达到10%到15% 结果他讲完的时候 果然是那个德国的国债 全球的国债市场 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话 但之后的话呢 欧洲央行因为宽松量化政策 所以德国国债现在 又到了一个历史高位 甚至超过了去年4月份的 一个高位的水平 现在我们去看全球的国债市场 不仅是德国国债 很多市场都是这样 比如说那个 德国国债现在大概是 10年期的国债利率是 -0.035 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上一次还是在1922年到23年 那个时候是为马政权 那个时候 第二年就出现了 极具的通货膨胀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图片 就是当时小孩子拿了 很多的像钻一样的东西 去做一个游戏叫堆砖墙 那其实是德国马克 都是德国的那个货币 当时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的这个10年期债券 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大概现在10年期 收益率是-0.205 那么今年 有人做过一个排行榜 就是说 今年年初的时候 如果说你买进日本的 10年国债 到现在收益率 大概是5.7 同时的话 日元从年初到现在的升值 大概升了14% 所以你年初买进日元 用美金买进日元 然后继续买入日本的国债 到现在是全球最成功的 一种交易策略 它的收益率可能会达到 20%左右 那么还有像英国 现在是1.089 1.89%的时间去国债 还有美国 我们看到美国的时间去国债 是全球债权市场的 一个风向标 现在是大概1.6左右 1.6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因为之前几年 我做过美国的利率的 一个衍生品 过去几年大概平均水平 在2.6到2.7左右 这个国债的利率 能够差那么大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所以现在全球的 国债平均水平 大概在0.67左右 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非常低的低位 那么我们说债券市场 一个是看收益率 另外一个就看它的价格 如果收益率越低的话 说明这个债券的价格 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会有一个风险 当然我们这里 也可以普及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很疑惑 就是说债券市场 如果是一个负利率 10年的话 你没有收益率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去买 像德国国债 日本国债 它的这个价格里头 两倍到四倍左右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去买 我还不如把这个钱放在家里面 或索性买在地底下 那这个10年之后 我至少这个本金还拿回来 我利息是没有的 但如果说是负利率的话 我还要付给亚伙 不断地去付它的利息 那原因就在于 很多大的机构 比如说保险公司等等 它在这个资产配置过程当中 它必然要配一定的国债 所以它这个比例 是一个肯定的 所以无论这个利率是怎么样的 它还是要有 那即便它知道这是一个损失 它也依然要有 对 债券其实是一个抗风险 在资产配置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说他们赌的 其实是因为 在这个投资债券的过程当中 我这一部分本金 虽然有不断地 有利息的蚕食 但是它的可能 它下跌的时候 尤其是有一些 可能大的风险事件 或黑天然事件出现的时候 债券相对而言 它还是有避险的功能 另外一个呢 它可能不会持有到期 不会到十年之后 它可能两三年 或者五六年 所以并没有那么多利息 会更高一点点 就负利率水平会更深 这个时候它其实是赚钱的 还有一个呢 它投资海外的债券 因为有一个汇率方面的 一个所得 刚才讲的这个日本的 债券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 日元汇率涨了14% 那么它可能利率上面 是有点损失 但是汇率上面 它得到的这个收益率 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案 但对于民众来说 有些民众也会去买 一些负利率的一个债券 像德国的债券 原因在于它在国外的话 银行倒闭是很正常的事情 它如果把这个钱 放到银行里面 可能一分钱都没有利息 但银行倒闭的话 它钱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在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银行倒闭是 在过去历史上面 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所以它就买这个国债 可能国家不会倒闭 所以它就赌这个东西 所以负利率的债券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国外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当然也意味着 现在整个全球的 这个我们说资产房 不仅中国有 全球也是有 整个经济的 这个在放缓 所以你看不到一些 有高收益的资产 反而是看到了 很多的风险 这个时候呢 我宁可就是收益率低一点 但是呢 可以抵抗风险 所以全球债券 现在整个市场 已经有点接近疯狂 它的价格 真的是非常高 当然最近一段时间的 一个因素就是 英国的脱欧事件 那么对于债券市场 又是一把退率 让它的价格 又是白痴干头 又上一丝 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 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个人认为 债券市场是有一定风险的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调 因为它的价格 美元的加息 如果大幅加息的话 债券的价格 会出现一个下跌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这个加息的进程 可能没有 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那么对于债券市场 可能是还有一个支持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近期欧洲的政府 开始不断地去买债 以前的话 它是买各个国家的国债 现在呢 国债都买光了 它开始买什么呢 买一些垃圾仔 就公司的信用债垃圾仔 那么这种政府介入的行为 会推动这些公司债 或者信用债 或者垃圾债的 一个价格的上扬 可能对整个债券市场 也是一种推动作用 但回过头来讲 个人认为上升的空间 已经是比较小的 美国十年纪国 在1.6的水平时 非常非常少见 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所以可能会上升 但是呢 未来的空间可能是有限 下半年的话 我个人认为 大家是要小心一些 债券市场的一个 一个大的风险 之前开头也讲到过 哥罗斯 他讲过一句话 就是目前全球的债券市场 是一颗行将爆炸的超新星 由于价格实在太高了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赛燕湖现象 都存在那边 如果一旦下跌的话 高盛做过一个统计 如果美元的利率上调 1%的话 持有债券的持有者的话 它的损失可能会超过 1万亿美元的利得损失 而不是说本金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 所以债券市场 在作为今年的 全球金融市场解录的过程当中 要非常的小心 好 我们知道在债券市场 有很多的它的好处 比如说投资 它相对而言 因为它这个信用比较高 另外还有就是说 它未来的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避险的能力 或者说避险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是比较凸显的 但是我们看到由于 就像刚刚我们所说到 这个燕赐湖事件 太多的资金流入到这个市场了 因此它的价格的高位 可能说维持的这个时间 未来我们还很难去判断 就是它可能会出现 就是刚刚Bill Gross所说的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爆炸 所以价格的一个下行 所以说全球这个债券市场呢 近期我们还是值得 在一系列风险事件的 这个大背景之下 来密切关注的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非常小的问题 我们说债券市场 离我们普通投资人相对 可能尤其是国债市场 离我们普通的投资人来说 是比较远的 那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六七月份啊 可能是尤其是七八月份 可能在经过这个五六月份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 不确定之后 六七月份可能很多的风险事件 都逐渐明朗了 那么有很多的海外资产配置 或者说一些投资行为 都可以在六七月 都可以在七八月份 开始进行布局 那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们之前讲 六月份是一个时间种 包括中国加入MSCI 包括英国的 脱欧公投的最终的结果 对对对 那么这些事件被爆发出来 我刚才认为甚至 无论是英国 是不是会脱离欧元区的话 这个事情只要尘埃落定 那么对于风险性的市场 像股票市场 这也是一个利好 对于避险类的市场 可能债权市场 它的价格是一个利空 因为一下子这个事情 已经尘埃落定了 很多的风险情绪 都已经释放了 所以大家心态也比较平和 避险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了 对 就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有一些资产配置的回补 现在是大部分的乐钱 都是囤在债权市场 远离股票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 这股票市场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无论欧洲美国 还是中国 整个市场是不温不火 但一旦过了这个事件之后 可能会有一波 我觉得是修正性的反弹 好的 那我们期待七八月份 可能会市场迎来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转折 或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整理 藉此我们也想持续来关注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上周五领涨的板块和刻骨 分别是什么 基础材料联合大企业 公用事业金融和工业品板块 是领涨的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来自于家居船运油气和油气 勘探相关板块的刻骨是领涨的 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 伊丽莎白亚顿 一家化妆品公司 上涨幅度49.09% 目前的价格13.88美元每股 因为他溢价50%自己的竞争对手 陆华农收购了自己 所以说他股价出现了一个 50%的上涨 伊丽莎白亚顿和陆华农是 中国消费者非常熟悉的 两个化妆品品牌 但是他们是竞争对手多年 对 应该女性观众 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两个品牌 特别伊丽莎白亚顿 但是它的整个股票表现在 最近期间当中不是特别好 2013年最高是49块美金一股 今年最低是5个美金一股 下跌非常多 基本上九成的市值跌光了 它整个市值大概是6个亿 4.16个亿 但去年的亏损达到2.46个亿 基本上是难以维续了 那么另外一家陆华农 它当然比较庞大一点 大概16个亿 但是如果说站在三年之前 2013年的时候 可能还是这家被吃掉的 就伊丽莎白亚顿会比它更大一点 那个时候它是49美金一股 所以是一个舌顿项的一个并购 那么陆华农呢 其实最近的几年当中 它表现也不是特别好股价 也是下跌 当然比那个伊丽莎白会好一点 13年做过一个重组 然后呢 利润的话去年已经回升到37% 利润有所增加 但是它的整个销售额并没有太大增加 这家公司其实在之前 1996年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每年都亏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竞争 一直到了2014年 就实在亏不下去了 就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但是呢 他觉得中国市场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所以这次并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呢 就是他想借这个伊丽莎白的 现在的行销渠道和专卖店 继续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份额 那么如果两家公司合并的话 每一年的这个成本可以节省 大概1.5个亿左右 另外一个呢 他们的产品线呢 也有一个复补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会形成一个强强联合资源整合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啊 就是非奢侈品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 尤其是像伊丽莎白亚顿和这个陆华农 所针对的这样一个核心客户 他们可能更大的一个消费需求的潜力 还有待被挖掘啊 对 强强联手 然后互相借用对方的这样一个销售渠道 和互补对方的这样一个产品线啊 两家公司在合并之后 可能未来的一个前景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浏览一下全球公司资讯 很久外媒消息 埃及宣布将对于大型的邮轮 通过苏伊士运河 收取更高的通行费用 消息称 从阿拉伯湾一侧 通行的特大型邮轮 如果其载重吨位超过25万吨 将被收取15万美元的通行费 据了解埃及去年 耗资80亿美元 为苏伊士运河开通了新航道 计划将苏伊士运河的日通行量提升一倍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已经与美国波音公司达成协议 将购买该公司100架客机 以更新老旧机队 协议总价约为170亿美元 购机协议上代美国政府批准之后 才能够执行 受长期制裁 导致零部件短缺的影响 伊朗民航业更新客机的需求 一直非常的迫切 伊朗所有航空公司的 全部250架客机当中 有230架需要升级换代 西门子与西班牙风电制造商Gamesa 日前宣布将合并旗下的 风力涡轮机义务 从而创建全球最大的 风力发电机的制造商 超过300的Vistas 西门子将向该项目注资 10亿欧元 获得59%的部分 因故一家电子及音像制品的 二手交易网站的统计显示 新款手机在上市一个月之后 就会大幅贬值 其中的安卓手机比苹果手机贬值更快 比如说HTC One M9 推出仅一个月就贬值了65% 三星Galaxy S5 上市两个月之后就贬值一半 LG G4 则是在推出9个月之后贬值88% iPhone 6则是在推出一年半之后贬值一半 三菱汽车油耗造假丑闻 在有重大进展 三菱汽车举行记者会承认 公司过去10年销售的 全部29款汽车都存在着 油耗造假的情况 三菱方面表示 相对于油耗造假现象 最为严重的4款轻型汽车 62.5万名车主 提供10万日元的现金补偿 以弥补油耗造假 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损失 好 刚刚我们看完了 全球公司动态之后 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 一起来聊聊只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 分别是什么 今天我们说到 有一是来自于通用墨仿的 视频板块的个股上涨幅度 0.05% 另外一个是这个 Illumina 是基因检测的一支个股 上涨幅度0.52% 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通用墨仿 通用墨仿旗下有很多 我们都要输能详的产品 也包括一些像意大利面的 这样一个制品 也包括像果然多这样的 谷物的早餐制品 我们说通用墨仿 其实它涵盖量非常的大 也是全球第六大的一个食品公司 那今天我们主要说到 这个食品板块 近期的一个看点是什么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股票 它非常大 全球500千 刚才您也讲了 第六大的那个食品公司 它的名字就很有趣 是墨仿 什么意思呢 是南北战争之后 大概1866年之后 这个密西西比河 它这个水流比较穿紧 所以就在这个河边上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模 然后水流过去之后 它这个东西会带动 然后做了一家很大的面粉厂 同期的话 它河对岸也成立了一家竞争对手 然后因为这两家工厂的产品线 都是非常紧的 所以一直是打打打打了130年 到了2001年的时候 两家公司就合并了 它的市值现在非常大 大概有400亿美金的一个 一个庞大的市值 所以这是一家非常大的 一个食品公司 然后呢 近期来看的话 最近几年当中 美国的很多的食品公司 都是股价表现非常好 比一些高科技公司还好 像这家公司 它的股价也是创了一个新高 我们知道对一家食品公司的 管理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些公司都是跨国公司 如果说一旦发生 像食品的安全问题 在美国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 一旦发生这种问题的话 它会进行全球的召回 对公司的股价 经营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这家公司的话 在过去期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发展非常平稳 它在内部的监控 食品的管理 特别食品安全的管理方面 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的话 可以谈到全球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概念 全球食品安全的概念 其实是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你的食品当中 有没有添加剂 比如三聚氢胺 或者说激素等等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食品的微生物 比如说是不是变脂了 细菌感染了 在美国的话 食品安全大部分是集中在微生物 原因在于东方和西方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饮食结构比较 美国人喜欢吃生的 比如说色拉 蔬菜色拉 或者牛排三分熟的 所以会造成很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话 可能是添加剂的问题 所以说这一点是结构的不一样 消费者在选取食品类型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不同的侧重 对 好 非常感谢许哥经验 今天精彩的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大陆家嘴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法国欧竞赛A组比赛 今天凌晨结束 法国队于日式队 呼叫了白卷 两队携手出现 尔巴尼亚队 我们来点凌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赛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同意聚焦重点合作领域 拓展重大合作项目 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优先方向 把产能合作作为两国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 把农业合作作为两国务实合作新的亮点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见证了产能 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 能源 通信 科技 地方 文化 旅游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机构 日前公布了今年中国经济预测的主要数据 其中GDP实际增速6.6% 2016年下半年 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齐稳的态势 课题组预测本轮经济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 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 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小林 在2016北大汇丰金融论坛上表示 在实体经济自身结构和发展处于困难的背景之下 仅靠印钞票扩展信用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不能指望央行用更加宽松的货币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而应该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运行机制上多下功夫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在中国这几年 如果股市好的时候 很可能房价上升的就低一点 就是慢一点 当股市不太好的时候 房市就会上得比较快一些 当股市和房市都比较低迷的时候 那么其他凡是能够炒作的东西 都会被人用来炒作 中国现在中国经济 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钱又多又贵 钱又多又难融资 所以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平静 不在资金的多少上 而在我们的机制上 590指出 财政政策对于营造一个好的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至关重要 而目前的税收政策 不利于鼓励VCPE 以支持企业的发展 因此应尽快明确VCPE的 非纳税主体地位 以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创新 创业企业和进行收购 兼并以及产业重组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于股权投资基金 特别是丰投基金 我们的这个税收方面的政策 我个人认为是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我们应该允许在这个投资基金 存续的期间 不对他进行征税 让他去投资去 他这个时候 他可以是盈亏相比的 这时候并没有你的税收的流失 这样的话就可以鼓励这些基金 去更冒险的更大胆的去做一些 个收购兼并和扶植企业的增长 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本次论坛中 讨论的话题之一 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文表示 目前宏观经济仍处于稳定下行中 未来三次季度经济是否回升 还是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 以及国内经济政策 他认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调整 并不能局限于去产能 补短板也是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而目前的当务之急还在于加快服务业 等短缺行业的开放 也就是说对一些我们短缺的行业 比方说医疗教育文化 包括其他各方面的服务业 那么这些短缺的行业 现在是加快开放和发展 甚至放松更多的让市场去吸引民间的投资 当然政府都不必要自己去投资 但政府必须在这些领域里面加快改革和开放 所以这也是供期设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我觉得供期设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减少政府对供给的影响 第一财经记者黄金晶社相 魏力伟北京报道 经济参考报报道 在盈改增之后 当前消费税已经迎来改革的窗口期 以纳税范围征收环节税率为核心的调整 有望加速推进 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品 高档消费品以及高档服务 将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征收环节或从生产转移到零售环节 此外消费税还有望从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不少专家建议 未来属于大众消费的化妆品应降税 其消费税率甚至可以降到零 而少数人群的高档消费 奢侈消费如烟草高尔夫球等 其消费税应保留或适度提高 中国经营报报道 今年底延迟退休初步方案将会出台 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参与方案讨论的人士透露 第一批退休者延迟退休的期限 或将在三到四个月之间 对于目前讨论最多的热点 相关人士表示 对于不同职业的人延迟退休不会一道歉 由CFA协会举办的中国金融人才峰会 周六在北京举行 根据协会发布的报告 未来几年除了银行业外 保险 正确 基金等细分行业 都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而用人需求也将在未来几年保持高涨 协会中国会长贾力军指出 中国急需专业能力 综合管理能力和创新精神兼备的高素质 金融人才 随着整个经济转型 金融业转型和走向国际化这种挑战当中 需要更多的人才 不仅有他的专业的能力 更主要他有一些综合管理 应对现实来在竞争当中 起胜的这种能力 同时要有创新的精神 新年来讲 这和整个国家的全民创业创新 整个来讲还是基本符合的 此外报告指出 金融行业人才流动进一步加剧 运动人士平均任职时间 近28.3个月 发达国家为54个月 同时近年来 多数金融机构不断拓展新业务 发展混业经营 部分机构每年人员增长高达20%至30% 加上每年12%的离职率 每年需要重新招收的新员工 相当于现有员工的三分之一 记者高威 社相李威北京报道 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 负责人透露 目前全国人大环资委正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 此前中国在土壤污染领域还处于法律空白 治理重金属土壤污染问题是土壤污染防治法 包含的重要内容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好 这时到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财经要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道奎周末表示 经过一年时间 中国房地产库存已经迅速从64个月降至52个月 已经处于一个较低较正常的水平 他说我们看到一些地方 特别是一些二线一线城市 已经在担心房价会快速的上涨 开始考虑一些限制性的政策 因此我们预测 未来一年的房地产价格增幅将不会像过去那么快 交易量也会有一定的放缓 因为中国百姓买涨不买跌 可以预测房地产去库存的速度会有所放缓 由此带来的开发商的开发速度将会稳定 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5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一的统计数据 一线城市随着销售动力的减弱 房价涨势进一步收敛 上海方面 户九条的影响仍然在持续 而且二手房比一手房 环比涨幅收缩的更为显著 而5月土地市场的复苏 相对也为后半月的楼市带来一定的拉动 5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60个和49个 数量分别比前一个月减少5个和2个 涨幅也呈现回落态势 除广州外 北京上海和深圳房价的环比涨幅均大幅收债 其中北京房价涨幅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 上海回落1.2个百分点 深圳回落1.8个百分点 同时二三线城市也呈现出房价环比涨幅收窄的局面 5月上海楼市整体走弱 二手房比新房更能体现市场变化 环比上涨1.4% 涨幅收窄1.1个百分点 5月初二手房市场情绪低落 大部分房源溢价空间在3%左右 豪宅产品约8%左右 但是连续出现高溢价地块后 周边房源溢价空间收窄 土地市场的热度也带动成交 5月后期市场有所转暖 新房方面 土地市场的走热同样使下半月交易出现反弹 中原研究咨询部经理卢文希表示 总体来看市场处于比较微妙的胶着过程中 价格涨幅将受到进一步压制 深圳方面的数据显示 5月份深圳一手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 达到了55817元每平方米的历史高位 环比上涨11.9% 豪宅成交火爆是5月新房均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机构数据显示5月深圳每10套住宅成交当中就有一套是千万豪宅 随着6月更多豪宅的入市 结构性成交将更深入的影响深圳楼市 而另外一方面部分区域的新房和二手房出现价格下调 深圳楼市是普涨不在 分化开始出现 2016年以来深圳10万家的豪宅已经由去年的两个生至了如今的24个 英年市称尽管市场严重分化回暖未明 但是深圳楼市的整体均价短期之内很难降下来 央行上海总部日前公布的上海地区5月新贷数据显示 上海5月个人住房贷款新增378.8亿 环比多增100亿 上海市交通委日前对于上海市客车额度拍卖规定 进行了优化完善 对于参拍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参拍者未拥有使用客车额度注册登记的机动车 及名下有互拍额度的均不可以再参与拍牌 但是户C和新能源牌照的车主不受影响 持这两种户牌的市民可以继续参拍 已有外牌的车主也可以参拍 另外对于目前已有标书 但是不符合新修订后规定资格的车主 在标书有效期内也可以继续拍牌 但是重新申请时将会按照新规来执行 市交通委表示 未来新申请人前往购买标书时 需要提供身份证 驾驶证 如选择税收证明也可以带税收证明 如果选择社保则不用带相关的材料 后台会进行比对 另外新规实施之后 客车额度有效期明确为一年 有消息称上海正在探索充分利用 基本医保基金发展多层次的补充医疗保险 一是允许参保个人利用基本养 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资源来购买补充医疗保险 二是发展老年长期护理保险 初据显示2015年末上海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是1093.3亿元 目前的上海市户籍人口当中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400多万 预计到2020年户籍老年人口将会达到500多万 近日内蒙古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提出整合两项医保制度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十余省份明确了城乡医保的病轨 民众就一报销不再区分城市和农村 而在统一医保目录方面 整合之后不少地区原有的新农和药品目录 得到了大幅的扩容 农民得到了真实贵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稍要继续 大数据是代用数字说话 欢迎各位走入我们今天的数据财经 来看看第一组数字 商务部的一组数据显示出 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服务外包的合同金额达到了3490.7亿元人民币 那么执行的金额是在2274.2亿元人民币 那么这两个数字分别同比增长了24.8%和11.2% 商务部新发言人沈丹阳就此表示说 像美 欧 还有中国 香港 日韩 是购买国际服务的主要的市场 同时信息技术外包继续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数字 这是美国财政部的一组最新的数据 这组数据显示出中国四月份 减持了美国国债18亿美元 但是目前还是美国第一大债全国 另外截至到四月底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是在1.2428万亿美元 那么就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丁一凡表示说 减持美国国债是为了实现投资多元化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实施一个负利率的政策 国债投资收益率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么出于保值增值的考虑 那么中国近年来在减持美国国债 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是考虑到中国持债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仍将会是美国的第一大战争国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组数字呢 是昨天第19届上海电影节正式落幕了 那么今天电影节呢 共收到了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 达到了2403部 而展映的有将近600部的中外加片 票房呢也是超过了2000万 那所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字 都是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而与此同时这届电影节 挖掘扶持新人新作 也是这个一贯的一个宗旨啊 像今年呢是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10周年 过去10年以来 这个创投已经促成了40多部电影制作成片了 而今年又收到了10个国家的350个项目的申请 这个数字呢也是打破了历年的记录 好 说完了今天的数据之后 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市场方面的消息 好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消息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美国劳动生产率很可能出现3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报告预计今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幅预计只有负的0.2% 虽然发达国家整体生产率增长势头比较弱 但是呢美国是其中拖后腿的一个 美联储主席耶伦日前也表示 今年来的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是大幅放缓 这会影响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他强调导致美国人工工资难以上涨的原因之一 正是生产率增速低于预期 由于担忧英国脱欧公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英国股票基金遭遇了过去一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资金外流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追踪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15号的一周 英国股票基金出现高达11亿美元的资金的净流出 这也是该资金资产类别连续第8周出现的资金外流 而英格债欠基金也出现了5月初以来的首次资金外流 一年是表示如果英国脱欧成真 许多地区和类别的金融市场将会受到波及 全球避险情绪或进一步的升温 A股上周五依然维持窄幅震荡 虽然盘中站上了2900点 但是收盘没有能够站稳 创业版全天走势跟随主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2.5% 两市全天成交5705.1亿 就要前一天小扶缩量 上周互宗指申成只创业版指 中小版指分别下跌1.44% 1.3% 2.91%以及1.31% 另外融资方面截至6月16号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时8862.61亿元 环比减少4.77亿元 上周市场维持窄不震荡 本周会有变数吗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上海证券研究所 首期市场分析师蔡俊英的观点 市场的话整体还是围绕在2870点到2900 这样一个载幅区间当中进行波动 整体市场的热点情况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活跃的 整体来看的话 应该说指数对目前市场投资者的影响 已经是相对比较偏小 整体还是围绕在结构性机会上面 进行这样一个波动 A股市场要摆脱这种区间波动 出现趋势性的上涨也比较困难 距离2015年6月A股进入深度调整 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中正灯数据显示 最近一年持股10万元市值以上股票的股民 减少了276.6万人 而持股500万至1000万元市值股票的股民 锐减幅度最大 一年里减少44% 针对下半年的市场行情 交易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洪浩认为 虽然目前市场去泡沫的进程已经非常的深入 但是整体的估值仍然偏高 同时在美联储加息步伐 不确定性英国退欧公投等风险因素的扰动之下 下半年会将出现更好的买点 中国这边我觉得虽然我们去泡沫化的过程 已经进行了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已经跌了一半 但是我们股市还是非常贵 尤其是某一些行业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认为下半年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买点 那么让大家如果是长期投资者 可以重新关注资本市场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期货方面连线东正期货的周冰庆 请来介绍一下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冰庆早晨好 早上好 首先关注到国际方面的黄金原油 上升金价是经过了大幅的震荡 在周四的升幅下跌之后 周五是绝地反击 再次重回1300美元一线 基本也是收复了周四的失地 录得连续第三周的上涨 目前来说的话 欧元区的债券收益率正在不断走低 美国方面也是下调了经济的增长率 对于通胀的预期也没有一个特别强劲的增长 对英国脱欧的担忧 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消退之下 避险需求仍然是对金价形成比较有利的支撑 原油方面的话 经过一周以来的持续下挫之后 周五也是迎来了强劲的反弹 油价当日单边上涨超过3% 但是在未来的短期时间之内 全球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 仍然将可能给油价带来比较大的波澜 国内大宗商品方面上周总体走势偏强 尤其是周五 大宗商品也是在营全线的反弹 其中化工品领涨盘面 梅胶钢期价也是继续有小幅的回升 我们关注到橡胶的期价 经过两周左右的盘整之后 周五是放量的上扬 多头大举增仓 突破了10700元一线 这样一个比较强力的阻力 今年上半年来说 中国天胶的产量是同比下降了有20%左右 而且五月份的重卡销售数据 也是录得了比较大幅的增长 这给予橡胶期价有一定的支撑 但是下半年来说的话 国内产交区将会陆续开割 添交逐渐进入高产时期之后 全年的交价仍然是难以乐观 因此我们预计本轮反弹 可能难以形成一个大级别的行情 最后关注期指方面 上周的话 三大股指期货均是出现了下跌 IF、RH、IC三个主力合约的周跌幅 分别是1.1%、1.13%和0.56% 持仓方面来说的话 RF尽多持仓量是有所减少 而IH已经从净多持仓 开始转变为净空持仓 目前来说的话 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较低 资金入场意愿不强 因此我们预计的短期指数人 将是以一个震荡行情为主 好的 江亦飞 好的 非常感谢冰青的介绍 继续来观众市场 投保基金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5月份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指数为47.8% 与4月相比微降2% 那综合来看 在市场经历了前期多次的大幅调整之后 投资者信心指数进入到了平稳期 近4个月以来除了3月升至54.7%之外 2月 4月 5月分别为48.8% 48.8%和47.8% 总体保持平稳 数据显示截至6月19号 两市已经有1031家上市公司 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 其中除了64家公司不确定之外 预计公司达到678家 占比达到65.8% 与以往类似 目前的公布业绩预告的公司 仍主要集中在中小板 靓女仙价的现象比较突出 从行业来看 预计公司数占比居前的行业 主要有畜牧业 食品制造业 文化传媒 农妇食品加工 仪器仪表制造 医药制造等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大消费类行业上市公司业绩 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单个公司方面 借壳后的世纪邮轮 是目前两市业绩增速状元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 35800至37500万元 通比增幅为 30498.29% 至31951.28% 巨人网络成为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后 公司业绩同比增幅较大 除了世纪邮轮增幅超过1000%的 还有正邦科技 雏英农牧 雷博科技等18家公司 数据显示 两市目前有近500家公司 实现了2015年年报 2015年一级报 2016年中期业绩预告三连增 这些公司扎堆在银行 传媒 家用电器 医药生物 修缠服务 计算机等行业 分析人士表示 中期业绩对上市公司 全年业绩指向作用明显 随着于千家上市公司 披露中期业绩 市场关注的焦点 将重回基本面 业绩增幅居前的公司 更受关注 2016年中报期就即将来临了 而越是到正式财务报告发布前 修正公告也会越来越多 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 对于股价的影响 十分的明显 据证券时报统计 截至6月17日 共有1025家上市公司 公布2016年中期业绩预告 其中470家预增 152家预降 72家运营 128家预亏 值得注意的是 业绩预增翻倍的公司 达到167家 而预计中报增长率 最高的公司有 神州长城 世纪邮轮 及正邦科技 净利润同比增幅 分别为 33785.19 31224.8 9353.82 但由于年报公布的详细程度 和跨度时间长 因此出现修正公告的情况最多 据万德数据显示 最近5个月以来 两市共有251次的业绩修正公告 涉及226家上市公司 少数上市公司发布了两次或以上的业绩修正公告 在这251次的公告中 年报业绩修正达215次 一级报修正只有33次 以鼎汉技术为例 公司6月16日发布了201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确认收入减少 导致净利润下降 公告一出 导致该股近日出现放量下跌 两个交易日跌幅超过5% 遭到资金的抛售 可见公司业绩修正公告 短期对于股价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投资者不容忽视 本周的两市共有27家公司 线售股陆续解禁合计 解禁量是31.85亿股 按照6月17号收盘价计算 解禁市值是270.5亿元 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 云天化 中国旅业 南京银行 分红实施季高送转概念 反复站上风口 如果说高送转叠加低价概念 则方案实施后 填权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统计 本周即将实施分红方案的公司当中 24家公司送转比例超过1 具体来看 蓝丝科技送转比例最大 分配方案为10送2 转增18 派10元寒税 其次是胜利精密 合纵科技分配方案分别是 实转增15派0.5元寒税 实转增15派4元寒税 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 本周将除权除息的高送转股 有华东科技 大连重工 大东南 中行资本 长元电力等9支个股 除权后股价均是低于10元 华东科技除权后的股价最低 其最新的收盘价为6.65元 按其实转增10的高送转方案 除权后股价仅有3.33元 大连重工 大东南等两支股 按目前的收盘价除权之后 股价也在5元以下 那股价表现方面 本周实施高送转方案的个股 上周平均微涨0.85% 整体表现略是好于大盘 荣华节能 大东南等上周逆时上涨 仅益成 近期监管层强化对于炒作式 重组借壳监管的消息不绝于二 在上周五的证监会例会上 证监会正式就修订后的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格表示 本次修订旨在抑制借壳炒作 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实体经济 对于忽悠式重组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本次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修订重组上市的认定标准 西化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的认定标准 二是完善配套监管措施 抑制投机炒壳 取消配套融资 遏制短期投机炒作 三是按照全面监管的原则 强化会计等中介机构的责任 按照勤勉进责的要求 加大问询力度 试用期以股东大会为界 进行新老化断 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 与新进入控股股东的股份 都要求锁定36个月 其他新进入股东的锁定期 从目前12个月延长到24个月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近三年内存在违法违规 或者一年内被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不得卖壳 同时邓格表示 规则完善后 炒卖尾壳垃圾壳的牟利空间 将大幅压缩 有利于上市公司通过正常的 并购重组提高质量 推动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证监会将结合并购重组的 信息披露特点 加强市中市后监管 对忽悠式重组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此外 证监会集中公布了 17家中职首发企业的情况 邓格表示 多数公司由于影响发行条件的 具体事项变动 主动撤回申请 证监会在发行审核过程中 将确实履行法律 赋予的监管职责 重点 关注再存企业 是否存在 待命申报的问题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强化 问何工作力度 从严审查 从严法官 坚决把不符合发行条件的企业挡在IPO大门之外 同时证监会还通报了对心态电器欺诈发行和信批违规一案的查处进展 严格表示 证监会已经初步认定 心态电器存在欺诈发行和信批违规行为 已向心态电器出具调查告知书 并对新华会计师事务所 新业证券 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而针对市场关注的深港通核实开通的问题 严格表示 两地监管部门和交易所正在就深港通的开通进行密切合作 今年则计开通 首发企业申请的审核速度依然缓慢 通过对于召开的发生委进行数理发现 观察到本月发生委审核的企业数量还停留在个位数 仅为8家 对于今年以来发生委审核IPO企业的情况进行数理发现 到今年已经有98家企业顺利过会 同时还有5家企业IPO申请被否 通过率为95.15% 这一通过率较去年全年高出2.87个百分点 一边是企业IPO申请审核获得通过 而另一边证监会也在有序的下发IPO的批文 上周五证监会按照法定程序核准了7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这是今年以来证监会下发的第9批IPO批文 由此今年以来证监会共核准了70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根据新股发行计划 红卉新财今天将进行网上申购 发行价格为9.52元每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1080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40% 申购上限为1.05万股 中签小款日为6月12号 公司主营特种绿乙烯工具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计划目的资金总额是3.64亿元 主要投资于年产6万吨水性工业涂料基料等项目 2013至2015年 红卉新财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06亿元 1.45亿元 2.93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0.3亿元 0.21亿元和0.45亿元 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2.98 参考行业的最新市盈率为44.42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私募基金经理黄俊 请他点评一下有哪些消息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产生影响 黄金先生早晨好 早晨好 主持人 今天有几则信息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 首先一条是证监会就修改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的征求意见 那么证监会这次的征求意见是去2014年11月之后的又一次的修改 那么重点是进一步规范市场所称的这种借壳上市的这种行为 体现依法监管 从业监管和前面监管的理论 那么这次修改主要是涉及三个方面 一个是完善重组上市认定的标准 那么细化关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变更的认定标准 那么从原来的原先资产总额单项指标 调整为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盈业收入净利润 股份等五项指标 并第二个是完善配套监管的措施 取消重组上市的这种配套融资 那么提高对上市重组方的实力的要求 而遏制短期投机和概念炒作 那么上市公司对原控股股东 以新进入的控股股东的股份要求锁定36个月 其他新进入的股东锁定期从12个月延长到24个月 那么并且上市公司的获取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三年内如果存在违法违规 或一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迈可 三市要按照全面监管的原则强化证券公司 这个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这样的一个 在重组上市过程中的这个责任 按这个勤勉禁止的这个法定要求 加大问责力度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过渡期安排的是以股东大会为界 也就是呢这个安排以股东大会为界新老滑段 修改后的这个重组办法发布之路起的生效 然后呢这个重组上市方案呢 以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原则上按原规定进行披露审核 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通过股东大会的按照新的规则来运行 那么规则呢同时呢也提高了借客门槛和卖客的成本 那么应该这个这样的一则这个公开征求意见的这个修改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呢 实际上对整个的原先这种盲目草壳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呢 给予遏制并且呢这个进行一个实质性的这种重组 那么重案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对一些原先只是炒概念又没有实质性重组的 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呢要规避今后要规避这种盲目草壳带来的这种投资风险 那么第二则信息呢是有关石墓溪 有望引领黑科技革命这样的一则信息 那么在16日呢在中加石墓溪产业及应用研讨会上 这个石墓溪呢有望入选13.5新材料重大的这个专项 那么石墓溪这个研发及产业会呢也会在 产业化呢也会在这个13.5规划发展当中呢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石墓溪呢实际上在多领域中呢 它有巨大的这个应用前景 那么自2023年预计呢在2023年 石墓溪主要在这个超级电容器领域 锂离子电池材料 触目屏增强性负荷材料 传感器以及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领域 将会得到广方的应用 那么我国呢对石墓溪产业呢也保持了这个 应该讲也给比较大的这个支持和重视 那么实木系我们看到 现在在全世界是美国 英国 中国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在新材料领域方面应该讲 也有一定的 它的整个在研发方向应该讲也是走了比较前列 那么我国实木系研发和专利 目前是已经在全球占有一些制定 那么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也陆续拨款超过三亿 来资助实木系的相关项目 那么国家的这个引导的实木系产业 成立了实木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那么联盟成员也有53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国实木系已经在发展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制度方面 已经突破了一定的瓶颈 所以今后到了2025年 实木系可能会达到这个突破产业规模 将来达到千亿 所以这个实木系行业的投资机会 大家可密切的关注 那么第三个信息是关于教育化 教育信息化 13.5规划已经在印发 那么6月17号发布的教育部 关于印发教育信息13.5规划 并且更多的是要在完成 三通建设提高信息化的能力 并且要实现公共服务平台的 这种协同发展 以及要不断扩大 优责资源 优责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并且要深化信息技术及教育 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信息和教育板块的 之间联合 并且对教育的今后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都会比较大的认同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这个信息交易板块的投资机会 以上三载的是今天我们苏里的信息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黄先生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微休息 稍微继续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看一下券商的研报 第一份研报来自渤海证券 它是对休闲服务行业进行研报 2016年端午假期 各地节日氛围浓厚 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旅游市场稳重向好 而城市周边的短途游增长明显 拼价成为假日旅游的一个新模式 而且在高考介入之后 学生毕业游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另外 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10个省份 开始实行2.5天的休假模式 助推了城市周边游的发展 而入境旅游方面 也呈现了一个持续向好的趋势 像今年的上半年 入境旅游人次同比增长4.5% 这份研报指出 随着大盘短期压力的释放 旅游个股出现投资性的机会 建议投资者从两条主线出发 一是受益于城市周边游需求释放的标的 第二个是迪士尼开业后的溢出效应 建议关注的是宋城演艺 中心旅游 中青旅 三特索道等等 西拿证券发布钢铁行业下半年研报 16年上半年 钢铁行业出现回暖 但长期来看 供过于求 产能过剩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未来钢铁去产能环节 还是要看供给侧改革的效率 报告指出 从15年底开始 钢铁产品价格上涨迅猛 16年上半年 钢厂受利润刺激开始复产 带动了产品供给 逐年的产能逐渐的释放 下半年钢铁的价格还有可能震荡 因此维持了对钢铁行业 中性的这样一个评级 好 看完研报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重要的公司的公告 首先就是万科 随着万科和深地铁之间 预案的披露 停牌已经半年的万科 A股将要复牌了 为了获取投资者的谅解支持 万科高级副总裁 谭华杰 董密 朱旭 在昨晚临时召开了一个 投资者电话会议 就外界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一些解答 而在之前的6月17号 万科披露了资产收购的预案 你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深圳市地铁集团持有的 前海国际百分之百的股权 进而获得前海国际旗下 有待开发的前海枢纽项目地块 还有安托山的项目地块 初步价格是在456.13亿 万科计划以全部发行新股的方式收购 发行价格是 为公司股票停牌前60个交易日 均价的93.61% 如果交易完成 深地铁将持有万科增发之后的 20.65%的股权 一举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好 再来看一下 加改成也是发布公告 收到恒大地产全面收购要约 每股要约价格在4.21元 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 是在35.86元 再生科技也是发布公告 公司与重庆指研院全部自然人股东 签署了一个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了80%的股权 价款是在8400万元 而重庆金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20%的股权 根据政府要求是另有安排 最后看一下新ST黄台 由于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大股东上海后风投资有限公司 决定暂停股权转让 适宜的商业谈判 公司股票从今天起 富派进行交易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 亚太市场包括今天A股的相关系细 好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 亚太市场开盘方面的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到第一财经 驻香港记者方商 方商早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所了解到的亚太早盘的最新情况好吗 好的 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市开盘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涨幅 那日经225指数 今天开盘是上涨了1.53% 开盘是报在15839点 韩国综合指数 今天也是高开1.08% 那开盘是报在1976点 澳大利亚股市今天开盘是 报在5162点 现在盘中也是出现一个 接近于1%的涨幅 那我们看到日本股市 在上周累积的跌幅是达到了6.03%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日本的投资者是担忧英国可能脱欧 在这个同时也是打击了全球的股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 印度政府表示 已经对糖出口征收了20%的关税 以限制国内的价格 那市场有分析认为 这个举动会提振国际的糖价 那印度是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糖生产国 印度今年的糖产量预计会减少 主要是因为种植糖的地区 是出现了干旱 而全球的糖 全球糖的价格已经是上涨到了 两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上就是外围市场的最新情况 余飞 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几条 关于护港通方面的消息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上周五收报 20169点 涨0.66% 港股通净流入21.53亿元 这是港股通连续第36个交易日净流入 市场分析指出 虽然南向的港股通资金的长期以来 都是处于流入港股市场的状态 但是进入到6月以后 流入资金量明显增大 市场上资金潜伏 布局港股的声音也是层出不窮 金立峰证券研究部董事黄德吉表示 港股近期强势 加上港股持续净流入 显示市场对深港通开通的预期增强 有机构预测深港通叫护港通的升级 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者准入门槛降低 南向港股通针对个人投资者的准入条件 可能比护港通要求的50万元有所降低 二是额度增加 深港通南向的总额度 叫护港通南向的2500亿元总额度有所增加 三是交易标的的扩大 有望加入恒生小型股指数成分股 首先就是港股 相对A股 特别是在两地上市的一个股份来讲 香港的A股还是存在比较大的截让 当然这个是已经长期出现的情况了 不过为什么最近还是比较多的内地的资金 通过这个季度买进港股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新港通还是最终有机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通的 当然就是一宣布的时候 可能就是拉动了这个A股这个价差的这个情况 对于香港上市的A股肯定有一个比较有利的这个作用 而且呢就是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看到了 就是有部分的资金从A股的市场流出来 流到了这个香港的市场除了就是因为呢 这个深港通的因素以外呢 就是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是避嫌的这个效果 就是因为在这个内地的这个A股 面对就是MSCI就是没有加进A股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带了轻微的这个影响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6月18号出席香港证券与投资学会后透露 俗称冷静期的市场调节机制 以及收市净价咨询已经获得通过 将于今年7月初公布咨询结果 但是预计明年下半年正式推出 好 接下来我们再连线到方商 方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道理 关于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好吗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香港股市方面 在上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收盘仍然是下跌0.7% 收盘是报在20169点 那总结全周恒生指数累积的跌幅是达到了4.1% 市场这一周观望的焦点就是英国的脱欧公投 那有分析师是预计英国的脱欧公投 会影响到港股再次下探2万点的关口位置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恒生银行 是与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 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在内地成立第一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那这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名字是叫做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那在这一个合资公司里面 恒生是占到70%的股权 前海金控是占到30%的股权 那未来会在市场推出更多的基金产品 为内地的投资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 就有关改善上市监管架构 发表联合咨询文件建议设立上市政策委员会 是监督港交所上市科 并就存在上市合适性的问题 做出一系列的决定 那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市场的最新情况 余飞 好的 谢谢方商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进入档的是 陈会观察 好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东北政权 高级投资顾问王继莹 你好 王继莹 王继莹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对于市场走势怎么来看 上周市场波动有所加剧 风格上较为均衡 但内部分化有所加大 目前市场依然呈现存量博弈的行情 但市场内在的吃饭行情的冲动有所加强 年内第二次吃饭行情的内在逻辑仍然存在 那我们认为短期市场以蓄能代升为主 对炒壳的监管 将加剧场内资金的腾挪 考虑到股市基础制度建设的推进 以及欧美股市在英国公投前 已经调整较大 外盘存在利空对线是利好的可能 因此6月内指数仍有上攻60日线的动能 策略上我们建议控制风险下 仍可适当逢低吸纳 可适度关注券商刺青股 以及中报高速转概念股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国泰军安期货研究所所长吴央 你好 吴央 你好 主持人 对今天国内期货市场表现怎么来看 那么上周黄金价格是继续震荡上行 伦敦金收盘是1298.82美元一盎司 较前周是上涨1.95% 那么上周举行的美联储6月议席会议 是决定不加息 另外本周是即将举行的 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 让黄金的短线地选需求是增加 那么预计短线金价 宽幅阵阵振可能性比较大 伦敦金支撑位是在1273阻力位 是在1323美元一盎司 那么原油方面的上周 美国WTI原油指数是先跌后涨 收盘是49.69美元一桶 较前周是下跌1.13% 那么市场是担心油价上涨会刺激 生产商提高产量 这给油价进一步上行是带来压力 短线来看我们认为原油价格 区间震荡可能性比较大 WTI原油指数短线支撑位是47.5 阻力位是在51.5美元一桶 那么股指提供方面 上周期只是挑空低开震荡下行 公正500IC加选指数 较前周下跌2.74% 呼声300F指数是下跌3.23% 上阵50RH指数是下跌2.5% 那么上周MSCI宣布是未将A股纳路 那么是差于市场预期 市场这个股市是承压下调 但下跌的幅度是有限 而且盘面来看 已经有直跌起稳的迹象 那么本周英国全民公投 结果如果是脱离欧盟的话 那么可能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 短期的一个恐慌 国内股市的波动率也可能随之增加 那么从技术图形来分析 股指短线这个震荡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大 呼声300F加选指数 短线支撑位是在2973点 主力位是在3086点辅定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以下我们再连线到 博士基金股票投资部基金经理蓝桥 你好蓝桥 你好 对近期市场走势 怎么来看观众的这些板块 好的 最近的走势 我主要从国内国际看一下吧 国内的情况 其实政府工作报告 已经将16年的GDP增长目标 设在了6.5%到7%的区间 然后从最近PMI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的数据来看 一季度以来的稳增长政策效应 仍在发挥作用 然后预计 未来的一个季度 经济数据维持稳定 甚至为难吃大概率的事件 同时国内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态势并没有改变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 美联储一席会议决定暂不加息 目前中国这个汇率的风险并不太大 外部事件的话 上周的MSI事件影响已经过去 最重要的话 从脱欧的公投来看 总体上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我认为是偏中性的 所以从上内外部环境来看 对股市来说都是比较友好 而且近期市场的活跃度有所提升 所以短期我们对市场并不悲观 同时我是比较看好新兴行业的 新兴行业的景气度比较高 比如心灵源汽车 智能制造 环保这些行业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 最后我们来汇总一下 今天一彩成为连线当中 各大权威机构的成为观点 东北政策认为 临门在即大盘蓄能代升 博士基金认为市场短期不悲观 看好新兴行业 国泰居然认为 互生300估值期货短线或震荡反弹 黄金短线或宽幅震荡 WTI原有短线或区间震荡 好 今天的一彩成为连线 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 以上是今天财经早班车的 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另外如果您想随时随地 浏览更多独家即时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第一财经 手机客户端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为您带来市场零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